大家好,那我的名字叫周世恩 那我現在我的代號就是四個N 那這樣子 那我想你們看到那個title 就是那個名字就是叫Description 那其實原因是這樣的 那一天阿峰 就是另外一個交簡創辦人阿峰 那他就問我說你要不要來 我說好 那原本他原本給我排九月 然後九月那時候我太忙 那時候我剛好要有一個project 因為我在創業 我坦白講我一直到 今年九月我才承認我在創業 但他提到的時候大概是我大概 今年年初那時候吧 因為我一直都有跟焦點有一點點接觸這樣子 他就問我說你要不要來分享一下你 最近忙的過程還有你創業的過程 他說好 他說那你要講什麼 其實我topic我忘記我把它空白 我說topic我好好想一下 然後那底下是我的一些描述 然後他就把我的topic當作那個 topic description當作那個topic的名稱 為什麼說這是哪門的topic 然後我算了我也不想改了 那就這樣好了 那其實我在走創業這條路上 那其實很多人去為你加油 因為我 相對於前面幾個講者而言 相對於前面幾個講者而言 相對於年輕一點點 那其實我是一個技術人 就是在場有很多寫call的 就是反正我就只會打call 剛剛也有人提到說 你最好還是會寫程式碼 那我也覺得寫程式碼其實可以幫助你很多 應該可以省你很多時間 那原則上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我很多人參與也很多人加入說 就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理想和夢想或是 就是除了解決你搜尋過去的那些文章以外 那我們其實有 過去有一些夢想 我們覺得很值得去嘗試很值得去做 發現台灣的社會或是面前面前看到一些問題 你想要去解決它 那我們就會共同分享這些主題 那他們就會開始加入 那很多人就開始為你加油 那這個過程中大家加油 然後要做什麼事情 那因為創業這件事情 你是要延續下去你要 其他版本它是一個事業 就是說它一樣會有business在背後 那有個過程中有人會 有人覺得說我今天 我不缺錢 但是所以它在focus部分 它都不會focus在business的部分 它就會認為說我今天在做這件事情 我爽就好了 那所以說你在走這個過程中 你會忘記你真的要做的那個目的在哪裡 然後原來你都忘記 你原來的初衷是什麼 然後到最後就是說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變得非常自以為是 連我自己一度也會變成這樣 然後開始有人教你冷水說 其實你這東西也沒有什麼 你才會開始失去熱忱那一刻 你才會記得回想說 我原來要解決那個問題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主題其實問你 要講的是說 你今天你有熱情 你到底是要 最後你想要參與創業這件事情 你想要做創業這件事情 你到底是在創業還是在造業 好 人類上就是說 你現在對創造和事業的那個心 開始有心動的感覺了嗎 我可以問一下 就是現在有哪些人想要創業的 創業這件事情 你可以舉個手嗎 一個 兩個 我知道這個教練也算創業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很多人想要走創新和創業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開始去理解什麼是創業 我現在認為創業這件事情 除了要有創新還有興趣以外 他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個事業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只是創造的話 創造也可以一時的創造 那你今天有興趣的話 你那個興趣是 雖然你可以做 讓你有快樂的心情做一段時間 但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待它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你要把你這些東西聯合在 並且希望能夠把你要做的事情 有一定程度的永續性 好 再問大家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會讓你願意早上六點起床 爬起來做的 如果你今天要創業的話 你會真的會願意為了他 早上六點起來嗎 或是為了他 晚上三點才睡 然後還是六點起床嗎 我有 有嗎 有嗎 有熱情的時候 就會 真的有熱情的時候 但長嗎 不見嗎 其實基本上 我現在是在準備創業的結論 但是即使是在收集資料 常常也是就是 廢行方式 你有時候做到 都不知道要提 看時間 沒有要上課 就現在已經三點多了 沒有錯 我認為這樣 會成功 因為你有熱情 原則上 原則上我看來 看來 因為我現在還是一個學生 我其實講一下 我大概我現在還是一個研究所的 數二學生 然後早上可能還要面臨我的老闆 就是我的老闆 就是我的教授們 那晚上我還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 什麼事情會讓你願意早上六點起來 第一個事情 除非就是 你找你的 就是叫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起床 那不然就是叫你的partner起床 就這樣 掛了嗎 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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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就是說 你到底是為了什麼投入創業 有人開始去 我有創新的idea 我有那個熱忱 但是你真的要創業嗎 因為創業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看到 Facebook每天很多人在分享那個文章 很多人在分享Mr.J的文章 然後他給你一些希望 因為他也是早餐店的老闆 那如果他是早餐店的老闆 早上起來就會分享 寫一篇還不錯的文章 然後希望能夠帶起這個世界的一些希望 我坦白講 我認為他的這樣做法 其實是希望能夠鼓勵更多年輕人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他更需要的是說 能夠鼓勵這些年輕人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最好還是有一些計畫 那就是說 你是為了什麼去投入這創業 你是要解決什麼事情 簡直上就是說 你今天是要解決什麼問題 你才決定要創業 而不是說 你今天希望能夠成為Mr. Steve Jobs像這樣的人 而你投入創業 如果你今天只是為了要名氣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大馬路 做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 然後引發記者來就可以了 所以說 如果你今天在創業過程中 你今天是要成為 因為我有些夥伴 因為坦白講 不是每個人他都有這麼有定性 因為其實坦白講 我開始做我現在的網路服務 才大概十一個月 十一個月多 已經快滿一年了 不是每個人都非常有持久力 雖然你一直很努力去補足每一個人 每個團隊每個人心靈的缺口 那他們有時候真的會忘記說 因為你一直幫他們加油 你希望他們能夠做得更好 那有時候他們會說 Yeah 我越來越好 但是他忘記說 我原本在解決什麼問題 所以到最後就是說 我現在在延續發展的一些idea 已經偏離我原本的初衷了 那就製造了就是一大堆問題 可能甚至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情 而沒有跟大家團隊其他人討論 所以我認為如果你今天要創業 你要跟你的partner討論的話 你所掐的決定 最好都能夠跟你原來的初衷一樣 因為你只有這個 只有這一點 你是最能夠說服你的partner 因為我就是要解決 我們當時一起的夢 當時那個目標 或是要解決的那個問題 或是要完成那樣的理想 這樣子 坦白講 我很想用一個電影來表示 那大概就是王牌天神 因為為什麼會有 很多人為什麼會有創業這樣的心 我可以做簡單的分享 有時候看到世界上哪個地方不滿 那你就想說我想要去改變它 然後希望我有這理想 能夠讓更多人進來 然後就如金凱瑞 然後金凱瑞那時候 他就開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王牌天神 我覺得電影還蠻常沖播的 那簡單就是說 他對當時的天神不滿 他每天祷告 他每天都祈禱 為什麼 祷告老半天為什麼 這個天神都不眷顧他 所以他去找天神 然後天神把他的權力賦予給他 就像你現在已經被賦予了一個權力去解決大家的問題 然後你也就是說 結果到最後就是他其實都只在for fun 就是只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 反而製造了一大堆問題 就是沒有真的沒有解決到普羅大眾的那些 他們那些可能面臨的一些障礙這樣子 然後這個過程中就說 哇你在創業 然後或是加油 然後就是說 現在有這樣有 有熱情的年輕人真的是不 是不讀了 很多人都願意 甘願去領22k 其實打擺講 創業 連22k都不到 一開始會不到 但是如果你持續做的話 我認為你在創業這個過程中 你只要專注於在 你要解決的問題上 然後追求卓越 你一定可以做到 你一定可以超過那個22k 但是情急是 你要完全focus在 因為你只要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的話 他勢必就會為你帶來一些效益或利益 好 結果說 就很多人就會問你說 哇你在創業 然後或是加油還是怎樣 就說哇 你真的想法不一樣 就像 電影裡面的金凱瑞一樣 就是說 他開始賦予權利 然後開始去 可以去 他那時候好像就是 聆聽到很多打禱告 他設計的很簡單的一個系統 反正就是按Enter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重頭獎 這樣子 結果反而製造一大堆問題 他不是在解決問題 就像你今天創業 結果 你今天 你是以解決問題之名義 結果你到最後發現 別人都只看到你一直在台上 可能表達說 我過去創業的經歷怎樣 或是我過去創業的狀況怎麼樣 但事實上 你一直在這樣講了這麼多 你一直都沒有去聆聽 你要面對那使用者在哪裡 或是去聆聽那些使用者在哪裡 或是你那些解決問題 你要解決那群使用者的問題 到底是否真的解決了 所以搞到最後就會像 就是 玩到最後就是說 那個天神問他 Are you happy? 是這樣嗎? 或是另外一個 Are you happy? 你是微笑了嗎? 所以 其實創業這條路不好當 所以 我希望說 如果你今天有創新 還有你要解決問題 那 還有你 對這個事情的熱忱的時候 你最後還是想一下 你要願意 未來 你要花多少心 在這個上面 因為 你要知道說 你一旦踏進去的那一刻 就 不能 就要放棄 是件非常難的事情 然後 如果你今天 還沒有準備好 你就開始投入創業的話 其實你是在造業 你會 增加你夥伴的困擾 你會 增加你要解決問題 那個 那個障礙度和門檻 OK 那 所以說我希望 所有人最後能夠 好好的幫助你的使用者 如果你今天有那個 熱忱和那個 不通不通的心 那我希望就是 你專注在 解決問題 因為你一旦解決問題 別人會感激你 你會 為了這個 而感到開心 好 那最後 其實我大概講到最後 大概 我的主題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不敢否認就是說 創業啊 除了在解決問題的話 你還有很多事情要參與 那我 希望就是最後 大家能夠保持一個學習的心 然後 多多的跟 很多長輩學習 就這樣 請問問問問問問問 那你們目前的團隊成員有多少 然後 Facebook他們開發的資源有多少 會不會說 突然有一天 他們Facebook 改版 去把你的服務給 全部給 close 坦白講 我們會擔心這件事情 那第一個我先回答您 第一個問題 我們團隊有多少人 Fortum加巴拉攤總共六個人 年齡層從22歲到40歲都有 40幾歲我忘記 我沒有去問那個senior的 他是我的mentor 去引導我做對的事情 或做對的決策 或去引導我說 你在這個階段 你適合用怎樣的tool 或是怎樣的mentor去做 他只給你一個框架 但是你可以考慮要才用 那我為了拿說 這個框架的目的在做什麼 可是可以讓團隊在做 完成這個目標會更有效率 OK 那 這是團隊的部分 再來是 Facebook會不會做到這件事情 我先講一下我的 我的整個夢想的改變好了 我原本只是 剛剛月亮已經幫我介紹 我原本只是要做一個Facebook搜尋明星 方便使用者去找回過去的會議 那我現在有另外一個夢想 就是說 你每天Facebook都已經幫你整理 同一篇 有一篇文章可能很多朋友分享 然後他們都有一些留言 把它收集起來 但是我們認為 你都永遠只生活在你的 你的這個生活圈 就是這個社交圈裡面而已 你完全不知道 跨越另外的社交圈 另外的社交圈怎麼發展 那我們現在已經在發展另外一個服務 就是說 也是一件像流氧器外掛的形式 你按一個鍵以後 我可以看到 同樣分享這個連結 另外在公開的世界 因為好像影視權 在公開的談論中 大家怎麼去討論這個連結 因為你透過這些連結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靈感 結果我剛剛有聽到另外一個 就是跟他們 就是剛剛底下在聊天的時候 他們有提供一個例子 就是之前有一個數學題目 就是講估算那個問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報紙 或是看到Facebook的分享 那其實 我媽在 今天禮拜幾 今天禮拜四 禮拜四 那禮拜天的時候 她就已經跟我講說 有人在談論這個 估算這個問題 然後她把那個 聯合報的社論 聯合報的一篇文章給我 我跟她說 老媽已經Lag 我比妳在早八天 我都看到 因為我家那個老師 我也好 她分享那一個 什麼文章我都看到 那如果我今天能夠降低 這個公開領域的 或是不同領域 這些公開言論 傳遞的門檻 那我今天有機會 幫助到另外一個人 得到更多的期望和靈感 這是我們要做的 那我擔心Facebook 關掉嗎 其實我不擔心 如果 因為我知道 這個資訊的來源 它可以被很多拿來利用 如果今天把它關掉的話 Facebook 它將會 它變得一個非常封閉 因為它就是因為開放 某個程度 有一定程度的開放 才可以引發 讓很多開發者 我是開發者 為開發者 我去看就是說 它可以讓很多開發者 一起去共同參與 去如何去處理 或者是去表達這些文字們 這樣子 所以它關掉的話 它其實會對世界影響 會非常非常大 因為它會把自己給鎖死 然後還有 再問另外 那像你們這個 鏡頭游覽機有做 它的擴充功能 那你是怎麼樣去發現 可以設計到 鏡頭游覽機 它們的功能 還有 除了鏡頭之外 你們還有在哪些 游覽機上面開發類似的工具 這比較技術 這比較技術一點 坦白講 我其實去年六月 我就開發出來了 但是我原理上只是否我朋友們之間在用而已 只是有一天我心血來潮 我來想說大家想說有點麻煩 那天我不知道為什麼 11月多就是大學年的時候 我覺得我要找以前某一個過去一個回憶 然後我自己找了老半天我找得很痛苦 那我就很簡單嘛 我就用我自己的城市去找 那我就覺得為什麼我還要開我自己的城市很麻煩 我是用可龍 我想說我看到大家都可以設計小外掛 不論是計算機 按下去就可以跑出計算機 或是搜Mail 讀取Mail 我想說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開好流氧器 就算我不關掉我的Facebook 我不切換我的Facebook 我開一個視窗蓋在上面我就可以搜尋了 這樣子 因此我都有一天我自己就待在綜藝院天文所的讀書館 長好像大概四個小時我就把它弄出來 我覺得如果你有信你真的要做事的話 假設你有一定的技術背景的話 你真的一下就可以弄出來 就這樣 那有沒有其他流氧器版本的話 我之前有開Firefox 但是最終的驗證沒有過後來我把它砍掉了 所以現在這樣經歷十一個月的一個過程的話 現在覺得說你現在還是繼續幫你開始的初衷 繼續在朝的國家的進行嗎 過了這十一個月我反更朝我那個初衷去做 我先講我的初衷就這麼兩句話而已 讓社群上的每個資訊建立感性的連結 然後並且希望能夠讓所有人跟隨世界的脈動 就這兩句話而已 那我經過這十一個月後 遇到這麼多人挑戰 然後我更確定知道說 我如果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可以提出怎樣的服務 我的技能能不能夠 或是我們團隊這樣的 反一些skill 或是一些能力 未來潛力 有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們認為我們有 所以過了這十一個月 我們更確定 我們有能力做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回應一下 我們有把一個負責的 你看我後面説 你要是一個負責的 呢 你 有最大的負責